国家主席胡锦涛今天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主持仪式 欢迎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尼古拉萨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述生 国务委员戴炳国 全国政协副主席郑曼通等出席欢迎仪式 法方出席欢迎仪式的有国务部长 外交和欧洲事务部长等高级官员 萨科奇总统适应胡锦涛主席的邀请 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他还将出席上海世博会开幕式